會不會擔心說這個下雨天影響投票狀況 過去犯人好像在下雨天的情況投票率都不太高 選舉到了最後階段 再次的在這邊跟所有市民來保證 蔣萬安未來一定是一個有執行力 有包容力的市長 包括黃前副市長在選舉過程所提出好的證件 未來我會做也會把它做好 我的另一位對手陳忠先生提出好的證件 未來我們也都會大陸參考來採納 我們不分黨派也不分彼此 柯建民總召說邪不勝正 我相信具有高度智慧的市民朋友 會用選票告訴民進黨 告訴柯建民總召 誰才是正義 誰是邪惡 人民在防疫過程給了民進黨多大的信任 我們給了民進黨多高的預算 但是他所回報給人民的 卻是黑箱 傲慢 一再又一再的欺騙 說謊 什麼是道德 其實我所相信的政治道德 是永遠要以人民的利益為最優先的考量 絕對不能輕忽人民的力量 我不知道柯建民總召他的道德跟我的道德一不一樣 但是道德絕對不是無端指控工商團體 宗教團體是疫苗前科 柯總召他所講的 對於歷史當然我們可以檢討 可以反省 但是民進黨卻每一次拿歷史來攻擊政典 這一次民進黨甚至忘了他們才是真正操作仇恨的人 我們看到不管是在整個過程當中針對不同意見的人透過網軍側翼去圍剿圍攻 而在這一次不管是主黨民間採購運也是民進黨 黑箱審查高端也是民進黨 所以這些我想人民會用選票做出最明智的選擇 我們歡迎所有的好朋友今天晚上都一起來參加我的選前之夜 我想不只是給萬安支持 而且是一起見證一個嶄新的台北 可以見證明天之後一個全新的台北 一個影響正向未來的台北 很多人問我選前之夜會邀請什麼大咖 每一位來參加的市民朋友 你們就是我的最大咖